记者叶永千屏东报道,建府昨晚在屏东市广新宫举行自来水说明会市民代表交国量值以挖井抽取地下水孔造成地层下陷并影响农业用水,建府则说明将会慎选水源不会影响农业用水。 建府为了增加自来水普及率,昨晚在屏东市广新宫举行说明会由县长潘梦安主持,吸引了数百位的民众前往参加建府说明中央补助的自来水盐管工程,让民众可以省下接管的费用,只负担自己家中的管线。 使用自来水可以确保水质的安全和干净,以免地下水受到污染而影响健康。 市民代表交国量则提出,目前屏东市自来水的水源已经不足,再增加接管户不是让水压更不足吗? 对于县府有意在屏东机场挖水井作为自来水的水源也提出质疑,身怕每天取用太多的水源可能造成地层下陷,而大量抽水可能使附近住户抽不到地下水,农民的农业灌溉用水也可能受到影响。 希望县府要提出地质专家的探查报告,说明该区的水源够不够长期抽用,每天可以抽水多少量才能化解地方居民的疑虑。 县府说明平北地区缺乏水源,到目前还没有确定在那里取水。 如果选在屏东机场内,还得征询国防部意见,而选址将会考量影响农业用水最少的地方,抽取的水量也会经过评估考量,不会影响民众的用水。